满族刷新历史 秦能够成功 也许因为他们是野蛮人 的确 满族是有可能改写历史的 尽管并不一定都改得好 但可以肯定 一个满族如果善于学习 又能保持满野的精神 那么他们就会战胜和超越自己的老师 并在老师的基础上 创造出更先进的文化来 古代的希腊人和罗马人 后来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都如此 同样的剧本也在中华大地上演 下代东边的商人是满族 商代西边的州人是满族 结果却是商文明优于下文明 州文明又优于商文明 看来文明的延续发展和创造 需要新鲜的血液 哪怕它来自所谓遗迪 秦成为邦国的东周 便正处于这个当口 请看地图 这张地图显示的 是东周和春秋的天下大事 不难看出 这使生活在所谓中国地区的诸夏和诸华 差不多都已日波西山 其中境况最差的如陈 蔡 曹 早就沦为三等国 好一点的如周 郑 宋 魏 鲁 也只是二等国 一等国是谁呢 晋 楚 齐 秦 月 这五个一等国 大都在中国周边 甚至不是华夏正宗 楚是南蛮 而且北边有芦蓉 南边有百瓦 月是东夷 而且北边有淮夷 南边有百月 齐也是东夷 他们的开国之君 虽然是江太公 但一到丰区 就把自己东移化 吞并了江东半岛的来仪之后 便更是一下不分 此外还有燕 虽然号称西周开国元勋 少宫氏之后 却其实生活在山荣地区 与中国之间 也有北荣 白嫡和赤嫡隔绝 根本就是画外之地 整个春秋时期 几乎听不到他们的任何消息 然而一到战国 便勃然崛起 成为七雄之一 这里面难道没有原因 与燕相似的是秦 只不过燕人是北迁的诸夏 秦人则恐怕原本就是西荣 他们最早生活的地区 像犬龙一样 被叫做犬秋 后来又因为善于养马 而被册封在秦 无非说明秦人原本是游牧民族 他们的封区则不过州的牧区 秦是由牧民变农民 牧区变邦国的 变化很可能是双向选择的结果 一方面处于荣笛包围之中的秦州 很希望通过和平演变 化敌为友 另一方面 西荣当中最有头脑的迎秦 也很愿意向先进的华夏文明学习 你有情 我有意 双方一拍即合 于是平王冬千前后 周秦两族度过了一个不短的蜜月期 秦的华夏化应该就是在这时完成的 只不过 作为被犬龙和梨龙包围 而且与龙笛杂居的游牧民族 他们与秦州的同化 不可能那么彻底 周的残余 最后被秦收拾得一干二净 也并非偶然 这就是春秋战国之际的中华文明圈 处于中心地带的传统中国 周 正 宋 魏 鲁 衰朽 败落 萎缩 蒸蒸日上 欣欣向荣的 则是华夏化的 东夷 齐 月 南满 楚 西龙 秦 北迪 烟 例外的是晋 晋是五大国中唯一的激姓国 也一直以华夏正宗自居 然而 晋国却是与白嫡和赤嫡接壤的 在长期的战争中 也难免戎抵化 甚至在建国之初 就已经因地质疑 以下不分 晋其实也是混血儿 何况 即便是高举尊王攘一大旗的晋 到春秋末年 也面临崩溃 分裂后的三晋 魏 赵 韩 则最先被秦所灭 遗迪化的华夏 还是斗不过华夏化的遗迪 如此说来 文化越是落后 就越有希望 也不见得 事实上 春秋五大国中 文化最落后的 不是秦 而是月 所以月的兴起非常迅速 从闪亮登场 到灭亡吴国 只用了二十一年 然而勾建死后 直到灭亡 月都停滞不前 乏善可陈 他们的崛起和辉煌 跟另一个华夏化的蛮夷 吴一样 都只在请客之间 可谓昙花一现 持续辉煌的是楚 最后胜出的是秦 秦灭了楚 楚灭了月 楚灭亡月 是在商鞅变法之后 没多久 这是一个临界点 也是一个分水岭 此后 楚便开始走下坡路 秦却如奔驰的骏马 飞驰的列车 风驰电车一往无前 几乎没有谁 能够阻挡他们的步伐 秘密 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